星座同道不是书 星座百般同道来看 谁最有表演天分 俗话说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演技那天的人 可以立刻过上吃香喝辣奔小康的美满生活 而演技不行的人 很可能无论在别人的人生 还是自己的人生里 都始终担当配角 惨不惨 快来跟这几个星座学习一下 他们就是人生的影帝影后 第四位 双子 说到戏多万万不能漏过双子 双子的人生就是轻情演绎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这句话 不同的地点和人 双子有不同的演法 你眼前的双子和我眼前的双子 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千人面前有千面 堪称人形照妖镜 想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吗 看看双子对你的态度就知道了 第三位 摩羯 摩羯也是实打实的演技派 受到伤害时表面上冷冷淡淡毫不在乎 实际上早已经在对方的祖坟上 蹦起了爹 认字头上一把刀 摩羯的扑克脸演技 全是靠自己亲手 一刀刀在心口上滑才认出来的 这种武功简直有伤内力 且细度太窄 暂且给个第三位吧 第二位 双鱼 双鱼总是用敏感的天性 捕捉别人的弱点 身处在装甲排行榜第一位 装傻排行榜第一位 装不在乎排行榜第一位 让任何人都以为双鱼离了自己不能活 实际上离了你双鱼的人生 玩得更料 这奥斯卡小人 要是不分双鱼一杯羹 就是有黑幕按相操作 第一位 天秤总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天秤人间第一nice 小天使的表皮 从出生一直劈到带进坟墓 从来不录像 心底有数万句吐槽 也影响不到脸上的巴克雅微笑 面对天秤这种真正人系合一的 抓马大师 连细经双鱼都要甘拜下风 本期互动话题 你觉得有表演天分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留言区跟大叔一起来讨论吧 给我们留言的朋友 大叔会挑个幸运宝宝回复哦 下周运势 6月12至6月18号 白羊宝宝要小心自己的丢三落四 无论是学业还是工作上 本周如果不够警惕 都会出现以下你意想不到的小问题 大师子本周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难克服的小情绪 多出去走走散散心 会是不错的选择 射手本周也要小心祸从口出 尽量避免与身边的人发生摩擦 无论是同事还是恋人 虽然总会和好 但留下的心结总归难解 大金流本周桃花又是不错 虽然选择很多 但也要专心经营才行哦 皮腿毕竟会扯到 哼你知道就好 处女座本周在工作上并不会特别愉快 但好在在外面休息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不错的桃花 闲暇时间多出去走走吧 摩羯本周在事业和学业上超有动力 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机会 去解决一些之前感到棘手的难题 双子宝宝本周比较平淡 属于虽然不见的天上大调馅饼 但只要不做大子 也能安安稳稳度过的普通日子 天转本周各种运气都不错 工作顺利 人际平稳 恋情稳定 好好享受这平静的一周吧 水瓶宝宝要小心绕开烂桃花哦 本来这周工作就忙忙碌碌 如果在现身于烂桃花中 事情就有可能变得更难以应付 巨蟹本周会有点急躁 容易一犯温和常态 对周围人的态度变得有些急躁 让大家有点不知所措 注意控制情绪也是一种修炼呀 天蝎本周要小心在金钱上的投资哦 不能把本来不错的好心情 毁在了破财上 双鱼宝宝本周可能会面临一些小的问题 但在你不错的状态下 相信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问题 你都可以迎刃而解 本视频由同道大叔与莱花手会联合出品 想知道更多关于星座的小知识 请搜索同道大叔 关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回复me.go 还可获得同道周边礼券 最低自责 大叔等你哦